再来看印度 这个画面是印度号称有史以来最奢华的一场婚礼 灌溉云机之外 除了印度总理莫迪他也亲自参加了 这一场婚礼其实为期好几个月 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庆祝活动 而且婚礼之顶流受到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但是在此同时就有社会学家提出评论了 因为印度是一个贫富悬殊非常非常严重的国家 全印度1%的金字塔顶端的人口 他们掌握的是印度40%的财富 那么剩下的有50%以上的人 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每一天的生活费大概是台币70块左右 而有16%的人处在绝对贫穷 每一天的生活费大概是台币30块钱左右 而印度因为贫富悬殊非常的严重 所以社会阶级也会逐渐拉大 统计显示印度每一天都会新增70位以上的百万富翁 但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加上隐形的种姓制度依旧存在 就让印度的社会阶级非常明显 这也为治安不好埋下了种子 今天我们就带您看看 社会学家对于这场婚礼的两极评价 英国前首相强生与布莱尔 奥运得主 印度拳击选手科姆 宝莱坞巨星 印度亿万富翁安巴尼为妖儿安南特举办婚礼 关盖云集 印度总理莫迪也亲自致贺 其实马拉松婚礼早从3月就开始 婚前派对雷哈纳应邀演唱 5月家族800人欧洲豪华邮轮之旅 在印度 婚礼集会被视为公共活动 因此孟莱主要商业区 实施4天交通限制引发民怨 有媒体指出 这场婚礼奢华程度 创下印度建国以来的记录 放在普遍贫穷的印度当地 不少民众觉得十分刺眼 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国家 贫富差距鸿沟越来越大 专家指出 高阶主管一年薪水 相当于农民要工作941年 有民众认为 印度富翁应该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而不是以奢华婚宴这种方式来浪费金钱 大海新闻 李渔芳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